設定業尾內容 我們一樣把這個圖示把它點一下 這裡就是業尾的內容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只是做了一個Footer的標籤 把它包起來而已 裡面的內容就自訂一下 這樣就好了 我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一樣到這個地方 我們在container的結束 這個container結束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插入這個業尾 我把它對齊一下 最後我們把它存檔存起來 原本這個業尾應該長成這樣子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往底下走 這個網頁是沒有業尾的 是我們首頁沒有業尾的 我們現在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現在業尾就進來了 這個業尾是怎麼做的呢? 這個語法你可以參考 boot spread官方網站 它的css 然後呢 Ctrl F去找一下那個Footer Footer你看它的那個嘛 標籤語言 就只要用Footer跟Footer把它包起來 這樣子就做完了 OK